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就是VL235B的主体了 整体的颜色是白色的 比较简洁 这种颜色和样式放在什么样的装修风格的屋子都不会特别的突兀 整体共有三个调节的位置 一个是灯身的调整 一个是灯头的调整 还可以对灯罩进行旋转 选择还是蛮多的 这样在看书的时候可以自由选择适合的光线位置 底座上面是控制面板 上面有定时休息 自然睡眠 感光 色温 夜灯 这个是开关 这个弧形是可触控的 用来调节亮度的强度 在底座的后面是DC接口 而且同位置的这一条是夜灯的位置 底座背面也有四个防滑垫 保证台灯在桌面上不会轻易的被碰倒 VL235B和平常的台灯有一点点区别 除了大面积的灯罩 这个外围的位置还有一个圆环 官方介绍这种设计可以将光线点得更均匀 外观基本看完了之后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VL235B的灯光效果 台灯打开后可以看到这个灯光照到桌子上的范围还是很大的 我这个桌子几乎全部处于灯光之下 这样也避免了眼睛看到的地方有过亮或者过暗的区域 整个视觉范围都处于常亮状态 VL235B照射的光线看起来很柔和 这是因为VL235B采用新型的全光谱LED灯珠 全光谱灯珠和普通灯珠比起来 补全了缺少短波紫光 轻光 短波绿光 长波红光 部分光谱 大大增强的光谱连续性 完整性 使得色域广泛 照得均匀 愉悦不容易伤眼 这一点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全台灯最重要的是光源 这款台灯所提供的营养均匀光 其实可以说是接近全光谱太阳光的人造太阳光 接近自然光 所以看到书上的图片显色能力强 保证度高 分辨率高 图书在灯光下显示清晰 而且不失真 不仅能提高一般环境的舒适感 还能呵护眼睛 另外现在我们都长时间处于室内 很少接触到太阳光 其实晒一晒更健康 全光谱的意义就是在线 这一会儿